台内台风行进速度非常的快 今天已经完全解除了台风警报 不过呢 您看看这个画面呢 是昨天傍晚在台南跟嘉义 都有民众拍到的所谓天空异象 像是天空有红的闪电 或者是天空快速的变色 从乌云透亮再变成整个橘红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呢 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的说法 二十日下午六点多 台南的天空原本乌云密布 却突然透出亮光 再转为金黄 橘红 而且持续了有十多分钟 民众直呼神奇 赶紧拍下这难得一见的景象 感觉到那么相当好奇 尤其它发生的时间 还是在台风清洗台湾这边的期间 而且这时候刚好没有雨 长那么大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颜色 而且又会变幻 我觉得很惊讶 就整个天空都是黄色的 非常浪漫 不知台南传出所谓的天空印象 加以有民众拍到了天空中 突然出现红闪电 其实傍晚时分看到了这些大自然的景象 都跟水气云层的变化有关 气象专家说只要台风或大雨来袭前后 水气产生变化 抬头看看傍晚的天空 就会发现这些大自然神奇奥妙的变化 明镜新闻南部综合报导